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身是一个无形的 因为生命不是说我的身体就是代表着我的生命 我们所谓的生命是超越这个 包括我们念在的品格 属灵的品质 我们叫做后病 叫做所有的 不管是灵魂体下 所有的才是生命 生命虽然是无形的 但是借着有形的生活把它彰显出来 所以有的人虽然是贫穷 但是生活过得非常的充实 有的人很富裕 在物质条件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但是他们的念心却是很空虚 所以主要主他才说 这个生病是跟这个教导丰富与否是没有关系 所以有的人以为这个生病的意义就是要有个大的目标 要过着一个很快乐的生活 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 但是根据这个研究 越是追求快乐的人生 可能会越让他不快乐 因为他可能花太多的时间 太多的精力在追求快乐的上面 可是到头来确实很虚空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工作上班 努力赚钱 当然是要想过着一个很好的日子 当然是要想过着一个很好的日子 追求一个快乐的生活 但是这种幸福的文化 也是现在一般的社会 一般的媒体所鼓励的 我们就是要追求这种的幸福快乐 所以大家都很拼 要拼人才会赢 但是事实上证明 更是把我们带入这种非常地孤独 沮丧的环境当中 更是让人们啊 失去这个生活的意义 所以所得本王也是这样 他就觉得这个人生是非常地虚空的 那他用很多方法去追求人生的意义 但是所得到的却是让他们心灵更虚空 所谓所得本王他就提供一个答案啊 是非常简单 就是敬畏神啊 要索神的诫令 但是这好像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啊 其实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目标做缩小 这个好像小孩子啊 我们假如去 让他去做一件很大的事情啊 那他做不来 他就会觉得很沮丧 但是我们假如先给他一个很小的功课 很小的事情做 他说他做好了 做得很好 他说内心感觉非常满足啊 他就有自信 他说我们训练孩子也是一样 从小处做起 那公司在训练他的员工也是一样 从小的啊 从小的一个项目开始做起 那他做好了以后 他就会觉得 哇 他也很有价值啊 那他也会觉得 他人生啊 过得很充实啊 那说圣经也是鼓励我们啊 要过着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啊 不用有一个太伟大的目标啊 所以说现在啊 现在很多很多人啊 就鼓励说 我们要从微行动啊 就微小的动作开始 所以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啊 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就会忠心啊 所以我们不要期待别人 期待我们自己的孩子 哇 你要做大事 你要从大事做起啊 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自然就会忠心啊 所以我们是 如果 santé无小的成平 所以我们可以再重新思考啊 在追求这个人生啊 啊 过着有疑慮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就是从小事啊 来做起啊 所以我们可以再重新思考啊 在追求这样的人生啊 啊 啊 过的有 Paran-Azining 的人生啊 啊 吧 我们就是从小事啊 来做起啊 While we ponder once again how do we lead a meaningful life 那么第一个就是很小事情,就是关心的温厚 我们看主的时候,在复活以后,碰到这个门徒,就是关心一句话说,你们有的吃的,没有 就是一句话就够了 就让他的门徒觉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馨 所以你们不需要太多,只要一句关心,问他的话就够了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一早上起来以后,问候自己的父母亲人,问候自己的配偶,问候自己的孩子,问候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这样就够了 行善从小事做起 有位姐妹她要去大学毕业以后,要继续读研究所,去接受这个学校的面谈 然后她时间还没到,她就先去上个厕所 要开门的时候,要开那个厕所门的时候,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老太太拿着拐杖,好像也是要上厕所 所以她就暂时把门的厚住,让这位老太太很快就到了,让她能够进去,帮老太太开门 老太太她也很高兴,说跟这位姐妹说谢谢 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啊 也是一个很小的动作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我帮一个老太太开门啊 那个老太太可能也不会记住说,这个小姐帮我开门 因为这个是一个小的动作,再小的动作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那这个面谈的时间到了 然后轮到这个姐妹,要去办公室里头接受面谈 这位姐妹进去的时候,赫连发现,哇,那个要面谈她的人怎么是帮她开门的那个老太太啊 老太太也没有想到说,哎,怎么这个学生竟然是帮我开门的那位年轻的小姐 那结果面谈以后,那个老太太就答应啊,给她全额的奖学金 不断录取她,还给她全额的奖学金 所以虽然是一个小动作,但是神都在祭奠,神都在看 所以一个关心的温和一个小动作,就能够让别人觉得非常的温馨了 那我们人就是经常要跟别人接触生活 那可能我们跟自己的情人在一起,跟我们室友一起生活 尤其啊,我们可能跟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的长辈生活 那虽然呢,我们的父母亲不跟我们住在一起 有行的啊,因为他们可能住在另外的房子 但是在无形当中,在感情上啊,我们父母亲确实经常跟我们住在一起 因为我们经常要关心他们啊 那父母亲啊,就经常,因为每个人都很忙啊 所以父母亲也可能不想让我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啊,他们也不想麻烦我们这些年轻人啊 啊,但是我们做子女的啊,就是要去观察,要细微观察啊,他们的需要 啊,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很简单的眼神去关心他们 啊,去观察他们的需要 啊,请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Let's refer to Matthew chapter 25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Bospo according to Matthew chapter 25 二十五章三十四节 25 verse 34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 Matthew 25 verse 34 于是王后向那右边就说啊,你们这蒙我父父父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 三十五节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可人,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三十六节 那我赤色诺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人,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三十七节 那一人就回答说啊,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二人给你吃,可人给你喝,三十八节 那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还是赤身肉体的时候给你穿,三十九节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人,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四十节 王要回答说啊,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请愿 三十五节 好,那这边呢,我们注意的几件事情啊,第一个,是一人他就回答说啊,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你,怎么怎么样,什么时候见你啊,如何如何如何 那就是看见,看见这个字 那这个看见意思就是观察啊,observ是一个观察 那观察就是透过一段时间的留心的看 observation requires paying attention for a period of time 比较观察的话,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弟兄姐妹他怎么脸突然之间非常的红 是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我们就去关心他 可能就知道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看到父母亲昨天讲话,什么比较没有力量 电话用一端,什么讲的有气无力啊? 我们就观察,主动关心,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这些义人就平常仔细观察啊,观察这些需要的人 不然怎么知道他病了,怎么知道他有需要呢? 那假如大家平常说啊,你好吗?我好吗? 大家只是表面上的问案,这个是无济于事啊 大家一定要真的,真的就是进入他的生活,看看他有什么需要 那么第二个,重点 那这些义人啊,他也不决定啊,他平常啊,在帮助别人啊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那因为这些做了很小的动作 所以他自己也忘了,因为就变成一个习惯性 所以当主说啊,你做这些事情啊,他们说,有吗? 那么第三个,那这个义人呢,他就做在这些不齐言的人的身上 所以他也觉得,哎呀,这个小事情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因为他,他不是做在那个什么,总统身上啊,不是做在那些CEO,大公司CEO的身上 假如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他可能会记得 因为还有照相啊,还有照片啊,他会记得 所以假如是做在那个很重要的人的身上,一定会记得的 可是就是做在这些不齐言的弟兄的身上 所以他大概也早就忘了 所以圣经就是要我们从这些小的事情来做起啊 并且坐在这些小弟兄的身上 这就是透过细微的观察 观察自己父母亲的需要 那有些时候我们一句鼓励的话,会影响别人的一生呢 好,请看尊元的十二章二十五节 尊元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人心又恋,趋而不生乃,一句良言使心患乐 二十五节 再请看十六章的二十四节 十六章的二十四 两言如风凡,使心觉得甘甜,使骨头都得到一致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说话我不太会说话啦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 圣经说的很简单,你说一句鼓励的话就过了啦 一句良言就能够改变人的一生 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来教导自己的孩子 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要鼓励她,不要只是一直责备她 因为只是责备,你也不告诉她说,那要该怎么做 看孩子做什么事情,你都觉得看不惯 总是找地方来批评她们,指责她们 有些人跟朋友相处也是一样 没有一句鼓励的话,都是批评的话 有位妈妈经常载着孩子去上学,然后到学校把她借回家 有一天这个孩子就拿着学校成绩单号给妈妈看 这个妈妈一看就,哎呀,怎么都是有些打叉的 怎么没有星星,星星比较好嘛,怎么要打叉的 妈妈不看好多都都看那个打叉的 妈妈一直骂孩子 孩子啊,也听啊,也听妈妈骂 等妈妈骂完了以后 孩子就跟妈妈说了 妈妈,我有星星,妈妈, look, I have stars 这个妈妈才回神过来,看一看,对啊,真的你有很多的星星啊 而且啊,星星比那个打叉的更多啊 其实孩子也不错啊 那为什么这位父母亲生老是一直看着打叉的 老是一直看着这个孩子的缺点 而忘记给她鼓励 所以这个妈妈她从此以后就改变她的想法 所以改变想法以后 让他们母子的关系就更好啊 让这个妈妈觉得她人生过得很有意义 那这个方法不但可以用在她孩子身上 也可以用在别人的身上 这个方法不但可以用在别人的身上 假如应该鼓励一句话使别人变得更好 那自己也会改变自己,自己也会觉得很好啊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义 过得比较充实一点 就从小时做起 去关心别人,去问候别人 去了解别人需要 说一些鼓励的话 那么第二个 就从每天的日常生活啊 让他比较有持续开始 因为我们的神啊 是因为有持续的神 请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 14章三十三节 因为神啊 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那有的英文是说 他是一个有持续的神 好,那再来看世俗节 这是因为神是有持续的神啊 所以世俗节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持续行 我们看神造万物都是很好持续的 甚至于造我们人的身体也是很好持续 连这个复活 连复活都是很好持续啊 所以我们所看到有行的 神所造了这些有行的 都是很晚持续啊 那无行的 连以后的要复活都很晚持续 大家都知道复活很好啊 天国很好啊 所以主要说 再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复活啊 大家都按着持续的复活 不会说争先恐后 哇,因为太好了 好像在举车一样 大家争先恐后 再举这个公共汽车 好,请看 格尼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 让我们再重复到1 Corinthians chapter 15 二十三节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持续复活 出所的果子是基督 二十三节 各人都要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 1 Corinthians chapter 15 verse 23 But each one in his own order Christ the first fruits afterward those who are Christ at his coming 所以真的,我们都知道 神做了什么事情都很有秩序啊 或许我们家比较乱 但是神不会这样子 神一定是很有秩序的啊 我们看当时啊,神告诉一些百姓在旷野安营 连那个安营啊,连行进啊,安营啊 都是很好秩序 哦,这些百姓怎么一样啊,在营的思维啊,在这个灰幕的思维安营 哦,谁在哪里,哪个指派在哪里都非常有秩序 那连行进的时候,谁是第一队,第二队都非常秩序啊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照团里照啊 啊,要排,要等很久啊,等很久才会照得好一张照片 但是这个NYTS啊,这个神讯班啊,就很好秩序 哦,按照高的秩序,排得好,然后就走路出去,排队出去,马上就做好了 啊,因为有秩序啊,所以就能够进行得很快 啊,连这个动物,因为神所造的,连这个动物他们都很好秩序 啊,不就是神祂本身上很好秩序,连这个动物嘛,都很好秩序 啊,请看真言三十章 三十章二十七绝 真言三十章二十七绝 啊,请列 哦,所以就会提到啊,这个蝗虫啊,这个没有君王,可是啊,分队而出,他们也很有秩序啊 哦,在我们看这些先知书啊,就知道啊,这些小先知书啊,那个蝗虫一来啊,攻击出来一对一对的来攻击,来吃这个鼓舞啊 啊,所以神啊,是一个很好秩序的神 那你看神所造的,祂说啊,神看的事很美好的 所以神也要我们有秩序啊,凡事都按着秩序而行啊 因为只要是有秩序的话,我们生活就能够事半功倍啊 那我们要有秩序说,从内心要有秩序开始 也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秩序要有优先顺序 我们请看创世记的二十六章 创世记二十六章二十五节 二十六章二十五节 啊,这是以撒为他的生活啊,定了一个秩序 因为我们的生活啊,很忙碌啊,每年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那他为他自己啊,定了一个秩序 那这个秩序啊,就是要求到主的名仙 我们宗教生活,要以教会生活啊,为优先啊 啊,所以像这个灵营会啊,大家也放下你家的工作 赶快来教会九点参加祷告会 因为我们是尊重教会的安排啊 啊,尊重教会安排九点开始,我们就九点做到 那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你尊重教会就是要尊重耶稣 那耶稣就是神的道从落身 神在落身的表现,所以我们尊重耶稣就是要尊重神 那尊重神的,神必尊重祂 所以刚刚赵长老提到说,我们做事情就是要尊重 大家要把事情做好 啊,因为我们是尊重神啊 尊重神的话,就要把事情做好 那我们听祂的见证,我们都知道这些信徒啊,他们都觉得他们人生啊,过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他们立下设了一个很正确的人生啊,他们每天生活的有限顺序 然后呢,就是要支到帐篷,为家庭来支到帐篷 啊,然后再挖了一口井啊,给他们生出来喝啊 啊,这个是一个职业生活 所以我们人生活大概有这三个的 啊,就是教会生活,工作生活,啊 这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工作 啊,这三个都非常重要 那到时候你说哪个要先呢 那圣经就给我们一个答案 啊,就让自己的生活有限顺序 啊,就让自己的生活有限顺序 那我们尊重神的话,神会尊重我们 啊,再来我们家啊,也要有一个持续啊 啊,我经常告诉我的女儿啊,告诉我的孙女啊,说你们早上一起床啊,就是要整理自己的床铺啊 啊,那你看着很舒服啊 啊,那你要整理床铺小事情啊,这个不用一分钟啊,就要把这个你的床铺弄好了 啊,当然我们不要说,这个这个棉被啊,卷成一团 啊,所以我们孩子就要训练他习惯,只要不用一分钟时间,一分钟好了,一分钟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啊,这个是小事情啊 啊,整理你的这个邮里台,我们的洗手台,稍微整理一下子,厨房整理一下子,客厅整理一下子 啊,你的办公室啊,稍微整理一下子 啊,我们的家会整理一下子 啊,这个看起来就不一样 啊,那这些都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啊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花,你看,你查得很漂亮啊 啊,这个你要,小叔也是小叔,但是你,就让人家看起来很舒服 啊,所以聚会起来,大家要有精神啊 啊,所以聚会起来,大家要有精神啊 啊,那刚刚赵总网所说的那些整理厕所的人啊,他们也是一样,就是把事情做好 啊,连厕所都很干净啊 啊,非常有秩序 啊,厨房吃饭也有秩序 啊,厨房吃饭也有秩序 所以假如大家都能够按着秩序而行,像神一样 那很多事情就很得意顺手啊 啊,不会说我也找一个东西啊,找不到啊,动了情绪,大家弄得心情不好 啊,所以生活要有持续 那第三个啊,一切都往好处想 请看尊元二十三章第七绝 二十三章第七绝 尊元二十三章的第七绝 因为他心怎样思想,他为人就是怎样 啊,所以这个人假如有个正面思想 那他所讲的话,对人的态度就非常的良好 可是这个人假如有个负面思想的话 哇,那他对人讲的话也可能很刻薄 那他对人就不会很友善 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要凡事要往好处想啊 我们看约瑟把患难当成神的恩典 一切都是神最好的安排啊 我们请看创世纪五十章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所以这里提到人的意识跟神的意识是不一样的 不但是不一样,而且是刚好相反的 这个人的意识就是要害约瑟嘛 这个很清楚,那他的哥哥们当然是要害约瑟 要把他一个美好的梦想啊,我们给他扼杀掉 所以就不做手段啊 当然是要害他 但是神的意识不一样啊 神的意识是好的 人的意识是坏的 他越是能够把他这种的遭遇啊,换难看成是一件好事 我们看神啊,经常用坏事来成全好事 我们看啊,主佛说说要救人类啊 那怎么去救? 假如用人的想法 当他变成很有钱啊 哦,才能够来帮助别人啊 哦,才能够买一些武器啊,买一些刀啊,枪啊,来保护别人啊 但是呢,神的看法不一样啊 神用死啊,死,来战胜死亡 这是神的方法啊 这是神的智慧 这是神的智慧 所以我们明白神的那种的旨意啊 这个就是基督徒,圣经给我们一个很精华,人生的经典的一些观念 打败死亡才会带来复活啊 所以神有些说让我们经历换难 当女人的假如看,这是坏事情啊 谁愿意经历换难啊 谁愿意经历这些倒霉事啊 这些麻烦啊,我们都不喜欢啊 但是神就用这些啊,夹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神用患难啊,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软弱啊 因为神用患难啊,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软弱啊 我们以为我们很刚强 保护他也可能以为他很刚强啊 所以神让他身上有一根刺 所以神用患难啊,我们来了解自己的软弱以后 我们就懂得来依靠神 那依靠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成长,我们灵性就会成长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我们就往正面来想 我们就不会往负面想 我们就会超越这个环境所束缚啊 我们就不会被环境所困住 这就是神的锁装神的方法,神的智慧 所以我们经常说,生于忧患嘛,死于什么,死于安乐 那患难也让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说这个危机啊,也是转机啊 所以雅各图就告诉我们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多要以为大喜乐 那这是很难去想象的啊 这困难怎么去喜乐起来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要想,往好处想 想到耶稣基督的故事啊 好吧,我们请看耶利明《哀哥,第三章》 在弥陆《哀哥,第三章》 我心想这些事,就在我里面幽笨 我们先看在这里 因为十七节说想到这些事情,平安就要远离他 这个十八节说就毫无指望,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二俗节说心想这些事情就幽笨啊,就很苦恼啊,怎么快乐起来啊,怎么喜乐起来 那未想啊,情况越糟糕 因为心里面就是一直想这些负面的 一个人就是越抱怨的话,那个不好的事情就越多来临啊 因为你的人际关系整个都破坏掉了 当然是困难越来越多啊 所以不要抱怨啊 我们早上所讲的要把主的经纪拿起来,你就不敢抱怨啊 可是呢,我们再看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我想起这事,也是想起哦 前面一个是想起那个负面的,不好的,负面思想的 可是现在二十一节,想起这就是心里旧的指望 那他想什么呢 他想到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底下这些 想到神的慈爱联明 最多指望啊 所以想到神的慈爱联明,最多指望啊 所以两个多次在想啊 我们看怎么去想 我们昨日是想说,哎呀糟糕了,怎么办,糟糕了,糟糕了 啊,死了死了,惨了惨了 啊,真的你就越惨了 啊,可是我们假如想到神的慈爱跟联明 耶稣基督都能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了 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困难是小事情啊 啊,我们还活着怎么会死呢 啊,死就还没到也死不了啊 啊,所以我们不用怕 啊,就是必须要神的时间到,要离开这个时间也没关系 我们还有天堂的盼望啊 啊,所以我们一定仰望神啊 啊,所以一切就是往好处想啊 啊,所以一切就是往好处想啊 啊,所以我们人生啊,要怎么过去有意义,就是从小时候做起啊 啊,小时候的一个动作 啊,在生活上有秩序啊 啊,改变一个想法 啊,心意更新的变化 啊,心意更新的变化 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要祷告 啊,因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会开始 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会